有台湾第一气质美女称号的张军宁因高学历被贴上了演艺圈女学霸的标签 这位女学霸在影视综艺时尚全线开花 近几年优秀的作品不断 精致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军宁1982年9月在德国出生 家境显赫是台中市大雅区的旺族张家 与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雾峰林家式亲戚关系 虽家境显赫但他却很少提及 爸爸是法学博士 妈妈也是文学硕士 知名文学作家 张军宁父母皆在德国留学 所以张军宁和姐姐张吟都出生在德国 入行初期张军宁主要以拍摄音乐录像带和广告为主 参与的电影电视剧也只是镜头不多的客串 20岁的张军宁在流星花园的第二部里客串一个小角色而出道 直到2004年张军宁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作品《梦游夏威夷》 第一次让他体验到了表演的乐趣并爱上表演 即使父母有诸多反对 但最终他坚持了下来 同年他考上了台湾中央大学研究生 开始了将近四年半工半读的明星研究生生涯 2005年张军宁被蔡月薰导演相中 出演精致电视剧《白色巨塔》中个性独立的女主角 麻醉一失关心 2006年此剧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 也让张军宁小火了一阵 这些年张军宁参演过不少的电影电视剧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 演过的角色也很难让人记住 直到2014年他参演电视剧《五妹娘传奇》 饰演大反派徐慧 演技怒标才广泛被大家谈论 因精致的演技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同时还收获了范冰冰这个闺蜜 大家都说张军宁有一种技能 叫拍一部戏能有一堆死党 2016年张军宁参演热播剧《如意传》 之后的这几年出演的 《虎啸龙吟》《深夜食堂》《唐人街探案》 等初四的作品将她的事业推上高峰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女明星张军宁 今年收入五亿新台币约等于一个亿 成为去年在内地赚钱最多的台湾女明星 2009年张军宁因为拍摄《痞子英雄》 而结识赵又婷 两人因戏生情 并迅速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是张军宁起初并不想对外公开 他怕因此会影响到自己的演艺事业 张军宁从小就非常独立 做事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因此二人在交往初期并没有对外公开恋情 《痞子英雄》的上映 在颁奖典礼时也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身为电视剧男主角的周渝民 与金钟奖势之交臂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金钟奖给了剧中的男二号赵又婷 在颁奖典礼上 赵又婷痛哭流涕 还当众感谢了失掉奖项的周渝民 这下子周渝民的众多粉丝不干了 明明周渝民才是男主角 为什么赵又婷拿了奖 是不是有黑幕 事后剧组的工作人员也暗地里嘲讽 他这个奖项拿的不光彩 周渝民也是拐弯抹角的说 奖项已内定 众说分约 赵又婷一下子沦为众矢之地 这是赵又婷出道以来 最为低迷的一段时间 还好在这段时间里 张军宁也是不离不弃的默默陪伴着他 张军宁陪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赵又婷对张军宁也是爱戴有加 他想娶她 并带着张军宁去见了自己的父母 交往的时间越久 赵又婷想要公开练习的火苗 便越烧越旺 可张军宁从始至终都拒绝了他的请求 张军宁与赵又婷分手不到一年 就被拍到与身家上亿的科技SEO男友 黄凯伟当街拥抱 他事后大方承认恋情 说两人是看中医认识 隔年他带男友出席Jet南极婚礼 被传好事将近 但当时张军宁自称是喜小孩 还不想结婚 而黄凯伟先前被执机与张军宁一家吃饭 据说还能把为了岳母照顾得服服帖帖 就在大家认为两人恋情逐渐稳定 即将收获幸福时 他自曝与男友感情变淡 处于冷静期的他 要一心投入到工作当中 最终两人还是不欢而散 张军宁的恋情一直扑朔迷离 自2016年和富商男友黄凯伟分手后 时隔半年后 又被拍到和台前考试院院长 关中前女婿林哲乐约会 两人被拍到亲密逛街 还疑似同住渔洞公寓 但张军宁失口否认恋情 不过有媒体爆料指出 他发现男友出轨 该名男友就是林哲乐 张军宁与林哲乐是因为 拍摄环保公益短片 一条没有变成蓝色的鱼儿结缘 林哲乐则为前考试院院长 关中的女婿 2018年9月19日 张军宁爆出男友林哲乐劈腿 两人疑似同居 据悉在睡觉时 林哲乐的手机短讯声 跑起了一旁的张军宁 凑前看发现是个暧昧讯息 如此林哲乐却坚持不承认 自己出轨 称该女人只是个炮友 不愿接受解释的张军宁 坚持提出分手 两人争吵后 张军宁就飞去青岛拍戏 当林哲乐不死心 跟着前往去挽留 不过有人称 这段恋情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两人分手后 外界曝光了 2011年林哲乐的老婆 关云蒂在上海 坠楼身亡的事件 身后留下一名年幼女儿 对此 关中对林哲乐极不谅解 甚至出出痛骂 她是个不负责任和狼心狗肺的男人 是杀人凶手 害得女儿走上绝路 事情曝光后 张军宁立马回应 太精彩 这些年大家帮我凑对的还有少吗 拐文抹角的否认 与林哲乐的关系 还补充说 特别不好意思 连连朋友一直上新闻 之前有别的朋友的新闻也是 当我朋友好虚哦 我又要归求道歉了 她这么回应 难道是此定无银三百两 一波未评 另一波要喜 新一轮匪恶男友又诞生了 张军宁被拍到和邱泽约会 事后邱泽直接公开 努力追求中 请大家给祝福 而张军宁则回应 感谢邱泽谈爱 而邱泽也在不久之后结婚 没过多久 由于张军宁上传了一段视频 导致彭于晏也被划分 成为张军宁的绯闻男友 视频里的二人只是在健身房运动 不过网友还是觉得 两人关系有点好过头了 张军宁以中汉男和何润东 也是传过绯闻 张军宁基本上也是拍一部戏 换一个绯闻男友 前段时间直接在直播中喊话 软惊天 两人要是50岁都没结婚 那就在一起 细数张军宁的另任感情 张军宁曾和科技公司CEO黄凯伟 谈过恋爱 又和高媛媛老公赵又婷 讲往后 还很多绯闻男友从来没有承认 他小时候父母离婚 因此没有安全感 他曾经表示 如果男朋友要离开 就放手让他走 不会查手机 不会控制对方 如今已经即将年满40岁的 张军宁还处于感情控窗期 祝愿这个爱跑步 真性情 喜欢小孩的气质美女 能够早日找到那个 可以依靠的肩膀吧